于师傅说 他这辆车是几年前花了十万左右买的 一直挂靠在杭州杰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管理车队的谢队长说 当时介绍于师傅到三吨五姓社区到建筑垃圾的是一位李某某 因为我们之前跟他有合作过 他有的工地上面需要建筑垃圾来修路干嘛的 我们会倒一部分 然后这次晚上他说他有个地方可以处理建筑垃圾 我们拉过去以后才知道是偷到 他说是你让他去倒在那个位置的 对 他说他给了你五百块钱 给了我五百块钱 你说想出来接个电话吧 好 你用自己对字 你给我钱 当时谈的不是说要给你钱吗 但是车被扣牢都没给你啊 给就给了 没给就没给 是不是 会好了吗 按照相关规定 青道扎土和建筑垃圾等 要运到指定垃圾中转站 每道一车需要交八百块钱给中转站 这位李某某说 他给于师傅介绍别的地方去到 这样两个人都有好处 你怎么会让他去倒在五星村呢 我们偷到垃圾了不就是这倒到那倒到吗 我们来就是互相合作嘛 就是找个地方我帮他把把风 看没地方倒没人嘛 就倒掉这个钱 咱们等于他给我一分一半嘛 罚款也是我叫的 罚款的叫我来 罚款的叫过来 罚款六千块是你叫的是吧 对啊 那你这个能不能叫做偷积不着十把米 对啊 现在是有苦说不出啊 于师傅说自己偷到是不对 该罚的也都罚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车子一直没有还给他 我现在就想让我把我的车要回来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入了 车里面不放我们车 他张口要五万块钱 然后把车买回去 从当时执法的照片来看 于师傅那辆车外观像货车 但其实是农用车 城管部门表示 当时他们通过电子监控 发现了于师傅的偷盗行为 赶到场时村民也在场 于师傅那辆农用车 已经被村民扣住了 你的车子那你是你的财务了 是不是你们个人 或者你们公司的财务 被应该也被村民们 也是村民也是个人了 战扣 那是不是涉及到你的 请占你的个人的财产了 那这个肯定要 公安直观肯定要负责的了 派出所说这是民事纪文部 归他们管 那归哪里管呢 他说归城管 他说城管罚了你们款干嘛 做了案子 他说你们向城管去 让城管帮你们协调 派出所我们去了三次 记者又陪于师傅赶到了 三敦派出所 所里让民警陪于师傅 赶到了五姓社区 那么当时是夜里 我也亲自过来了 因为现场被抓到了 现场抓到了 那么派出所也报出警了 当时我扣车里 就是老百姓不同意 因为整个地面 平时很难抓到他们 难得抓到他们 是风险很大的 他们自己一个组里面 每天 差不多有十多天了 就是每天就是躲在那边 好朋友抓到他们的 五姓社区有一大块空地上 堆满了各种建筑垃圾 社区的陈主任表示 村民之所以扣住了 于师傅的农用车 是因为于师傅 到底倒了几次 倒了多少 双方还存在争议 车子是被村民扣的 那么作为我社区呢 其实也没有这个权限 而去扣他们车的 那么老百姓里就是 你们偷盗的地方 要他们运走 那么他们偷盗单位 就说我这只承认一车 我个人只倒了一车在那里 然后城管那边 让我轻了两车出去 然后我也承认 对吧 我们有所在的 城管说轻几车 我们就跟着城管说 轻几车 至于要于师傅拿出五万 才能把那辆农用车还给他 陈主任说 这是一些村民的意思 整个地方破坏的地面 有几十亩来 因为抓是抓到他们一次 但是前面 他们有没有抽到 那么我们没抓牢 但是肯定当中 他们不是第一次来的 对不对 而老百姓要把这些东西 清出去 这五万块钱是 永远是清不好的 这个地方清出去 但不管怎么说 无论是村民个人 还是社区 都无权对他人车辆 进行扣留 目前 三敦派出所民警 已经进入协调此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是 这一会儿 都没关系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 都没关系 我 感谢观看